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點擊節目 我是石濤 昨天習近平在巴黎跟這個馬克龍 簽了一個協議 光這個空中客車就買了三百架 起碼價值三百億歐元 光空中客車他就買了三百架 其他都沒算 這個原來消息中說到 大概一百五十三架 一百八十三架有零有整 還現在一下一步就跳到三百架 我相信跟波音他打波音有關係 其實波音蠻有趣的 波音出毛病這個東西 他飛機出毛病是波音737 MAX MAX8 MAX9 據說他的軟件已經update 已經升級了 我說有趣的意思就是 他最後用這個詞 MAX 波音737 MAX 馬克思 馬克思 我說的是這意思 iPhone去年出了三個機器 後面都加MAX iPhone去年的三個機器賣的賊差 後來扭過臉來 又賣 就是又賣舊機器 大家公認去年 iPhone做的MAX全都不靈 用的一個詞 馬克思那個一個詞 你說為什麼 我不知道 但他就出事了 你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只說出事了 就是就像我們說的 七的定數 不知道他出來了 他就這麼回事 那你就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他中間就是有故事 你非問為什麼 神的事情 人不配知道 如果有定數存在的話 一切都是神定 絕對不是你人打格放屁定 對不對 人打格放屁自己都管不住 正跟人家 倆正聊天的 隔日打一格 哎呦抱歉明白 還不知道 還道歉不明白 打完一格對方說 哥們你剛才吃桌了算了 好 哎沒事我跟你說 算真好吃 還這個呢 他他想打格嗎 他控他控制不了 但是有對有些人來講 覺得打一個格可痛 這口氣出的 哎 是不是 哎總以為自己明白 總以為自己聰明 他從來沒想過 這其中命理當中 其中包含的含義 就是人從來沒說了算 人從來沒說了算 所以呢 那相信跟這個 波音737的 馬克思出事呢 有關 那習近平壞 還買空中客車 誇買這麼多呢 意思就 我不買你波音 其實我覺得 這都是雞賊 基本這 在我眼睛裡雞賊 你拿錢算賬 你做不出大事來 拉爸爸你都數個子 用手指 你都疊張疊數 你基本就是一個草暴 我跟雞賊這東西就是 雞多米數數 那不類似 那雞頭還抬得起來嗎 那個那個東西 對不對 雞多米的數數啊 它一個一個多啊 不急死你啊 那是爺們做的事嗎 其實是有這成分的 但人家幹了 那馬克龍呢 說話就蠻有趣的 馬克龍非常會說 非常會說 我估計跟他崇拜他自己的老師有關 他自己的老師比他大 三十六歲 是他太太 那但是他說 他的用詞跟川普完全不同 他完全嚴嚴緊緊的 把自己要辦的事辦了 今天對吧 昨天他買了三百架飛機 他賣出三百架飛機 如果加上其他的 估計到四百億到五百億歐元了 但今天他把默克爾跟德國 跟這個歐盟主席戎克都交到巴黎 今天本來是這個習近平正式的國事訪問 當中的第二天 他轉個圈 讓整個歐盟的核心國核心人物 跟這個習近平對談 所以他要冗成歐盟式整體 而習近平用錢就是要把歐盟給拆不了 習近平為什麼怎麼用錢 無謀印鈔 無謀印鈔啊 無謀印鈔 而川普呢 他現在就逼著習近平 你不能把人民幣貶值 刺激出口 那不老了 那錢就老了 對不對 就把國內崩死了算 他在外頭頂著 外頭他頂著 裡頭爛著 他兩頭來嘎咕 裡頭爛著 外頭頂著 你說最後那小雞子燉完了 他連骨頭都沒了 連骨頭都沒 就跟那個氣化 那個爆炸出現氣化的概念類似 那現在基本就是這樣 所以他不愁花錢 習近平不愁沒錢 他印的 馬克龍敢印嗎 他沒那權力 川普沒那權力能印 連普京都沒那權力 說給我印點錢 我幹嘛沒事兒 我上洗手間 沒那權力 還就習近平有這權力 印 印我這兒就買飛機 這傢伙 你看饒世紀買房子 饒世紀買 還印的 這你就沒招了吧 美國之音有篇報道文章 題目怎麼說的 通俄門調查結束 川普騰出手來 來對付這個中美貿易問題 兩年的通俄門調查結束 特別檢察官穆勒向司法部長報告 川普本人團隊沒有參與任何聯手的行動 也沒有指定川普妨礙司法公正 報告沒有解決川普總統的行為和意圖 是否妨礙司法問題 但川普依然視為一個重大的勝利 那是肯定的 司法部長星期日做出了報告 提出了這個上述說法 而有關妨礙司法問題 報告中講 調查中搜集的證據不足以證明 總統犯下妨礙司法的罪行 那不就完了嗎 所以找茬的人一定會這麼說 但你證據都不足以證明 你司法部長也這麼說了 那你幹嘛還說沒有結果呢 所以媒體呢 太多的媒體是打川普的 那川普這個人呢 反而他氣張住了 我就這樣 怎麼著你 對不對 就像咱說你少給我來流氓這套 我就流氓長起來 我今天從良了 誰讓你們選了我了 怎麼著吧 對吧 那精英的不是 說你得那樣 你給我回家玩少的板 吃算去 你不用給我 我看你就煩 他煩了 那那頭有報紙 他肯定就罵他 對不對 小心眼子嘛 就罵 報告裡面有提到 是否妨礙司法下的結論 他提到說 雖然無法得出結論 但也沒有免除他的嫌疑 那穆勒這麼講 我覺得也滑稽 他也誠實 他有嫌疑 你又沒證據 那你是笨蛋 你是檢察官嗎 那你是笨蛋嗎 要不然就是他不足以告他有罪 你扯著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精英就是精英 精英要表現出自己的公平 公平不是表現的 公平要有善惡的基礎 公平當放在利益上的角度來講 就叫做打土豪分田利益 就是共產黨理論 所以很多反共的人 其實就是公平 他認為在這個環境下 他利益失去了 他反共了 他根本不是認識到共產黨 真正的罪惡 因為他自己也不認為自己的 靈魂的概念 他只是認為自己利益缺失了 《紐約時報》講說 罪不祥的一片黑雲全然消散 這個報告的結果 我根除了彈劾總統的威脅 所以對他來講就太好了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是 是蠻特別的 我個人覺得是蠻特別的 《華盛頓智庫》 葛萊毅 葛萊毅這個人 就經常發言 當然是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 但我覺得他的政治成分 就是觀點比較薄 比較薄 政治成分太高了 在國內壓力得到緩解 他可以騰出精力來更好的處理 處理這個有關中美貿易問題 給公眾拿出一份協議 證明他取得的成績 更多的勝利 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壓力變小 這個星期應該是星期四 星期四財長跟貿易代表去北京 然後再過一個星期去這個劉鶴到華盛頓 雙方最後敲定 希望能夠畫上圓滿的記憶 我覺得這個不好說這個 現在 現在已經概念就是不太一樣 完全不太一樣 沒人能說得清楚 沒人能說得清楚 就是誰能知道川普 保證川普不抬屁股離走呢 誰能保證 連他川普自個都不能保證 你怎麼就認為一定成的 所以那個 他要不這麼寫 那報紙上誰收錢去 誰看那文章啊 那精英 那不就突漂 不叫突漂 就成什麼毛都沒了 就不叫精英了 那英都全沒了 所以我以為 就很多事情 你就這麼看 就跟笑話一樣 我倒說的意思就很有趣 從七到九 談判了七次 後來一加一次就加兩次加到九 你看他邪門不邪門 從七到九 他不是八次 再談一次不就得了嗎 幹嘛非要再談兩次 劉鶴幹嘛非要再來一次 都很逗的 所以個個都是聰明人 哥們個個都逃不了 自己給自己畫出來的命運之路 是鬼的是鬼 是妖的是妖 陳剛 新加坡的 說 報告出籠給川普打下了 執政的基礎 這都是文化的人 還學關心 川普面臨雙重搏殺 面臨和中方談判 另外一方面 國內利益集團的這種博弈 調查結果有助於他 來對付國內的集團 《紐約時報》講說 調查結果對川普很有利 而川普可能會重拾信心 其實他從來沒失去信心 因為他抱怨其他 他與其他領導人交涉能力 受到這個通俄門的欠指 是 格萊伊也講說 越過這個坎之後 意味著川普 要做出本不該讓步的可能性降低了 實際上達成協議的難度增加了 所以他 他反而是這麼講 其實就是 換個角度來講 川普沒有壓力 如果他心目中的 就是當他沒有壓力的時候 他更有膽識 願意向他心目中的 中美貿易協議的原始的狀況 更加的施加壓力 甚至要的更多 那好 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